好 谢谢 妹妹 你帮我拉出去 好 谢谢 好 谢谢 哈喽 很好 现在进来的都有开视讯 好 拿社会评量 我们这一堂先上社会 我们下一堂再上自然 拿社会评量 杜杜跟芝芝 我希望我下次不要听到你们是忘记上线 我觉得这根本是不可能的事情 因为你们早上都有上学校的课 不可能会忘记 我都有关心你们每一个人 所以不要以为我会漏掉你们 然后来上线的人都开视讯 今天的学校功课写了吗 你们可以把声音打开 哈喽 你们可以把声音打开 麦克风打开 今天学校功课写了吗 快写完 快写完了 好 那我有一个要求 上课的时候不要写学校功课 去专心上课好吗 因为我们每一堂课的中间都还有20分钟的休息时间了 把镜头打开 嗨 小朋友 坐火车累吗 还算累 记得坐火车说要戴口罩哦 做好防疫 对啊 老师 我们等五天没有要坐火车回去 哦 半公然在我们 他也不放心我们坐火车 对啊 我本来要去台南看一场舞台剧 我也不敢去了 我也取消了 没关系 反正我们那里是乡下嘛 还好啦 那边属于偏乡 除了之前 绕镜的时候比较多的人 嗯 就是搭大众运输的时候要小心一点 好 来 佑珍 佑萱 把你们的镜头打开哦 可是我们去这里也要快塞啊 对啊 要保护乡下的家人 来 现在事实上社会 请你们先拿社会评量 拿社会评量哦 好 现在进来22个 好 然后进来的人先准备好你的工具 刚上数学的状况还好吗 那我跟郭老师都有一种感觉哦 就是在线上啊 有人线上的学习 跟在实体上课的状况一样好哦 那有的人甚至更好 那有的人就比较特别 就是平常实体比较不好啊 线上特别好 好 周志诚 你就是那个线上状况比较好的人 记得不要偷看YouTube哦 好 芝芝 你也是哦 芝芝 你也是哦 芝芝 不要偷看YouTube哦 有理由 老师 你们知道 你们可以看到我们有没有在看影片哦 不行啊 老师 老师 之前 之前英文老师就有怀疑过周志诚有看影片 是 他曾经 没有 他真的曾经有过 他真的曾经有过 对不对 周志诚 帮大家解答 好像没有 好像没有 他用好像那你们知道答案了哦 啊哈 好 我们就知道就好哦 因为既然他愿意承认 好 那刚刚上锅锅的时候啊 请问你们自己有没有认为自己是状况是好的 有没有认真 有谁要自守 因为刚刚郭波有来找我 有谁要自守自己的状况不好 我没有 我没有 我以为说是真的很认真 好 成龙把镜头打开 很好 很好 今天除了子余跟成龙其他都打开了 那个张俊祥请打开 好 过去 然后打开的人请不要再关了 Jerry 那我刚才去上车 Jerry是丙风对不对 那你去上车 好 成龙我听到 Jerry 刚有人两点的时候跑错教室 跑到我这里来了 谁啊 好 来 你们都拿社会品量了没有 拿 OK 开镜头的人就不要再关了 不要再关了 好 要听话 然后不要写学校封课 就专心的把这40分钟课听完 好吗 好 那我要把你们的镜头拉到旁边了 好 打开 我们上次呢 讲了社会我们讲到6-1 这一次我们要讲6-2 好 6-2是我们社会的最后一个单元 还是倒数第二个单元 看一下有没有6-3 好 来我们看一下 有6-3啊 OK 那就是倒数第二个 好 那我们今天要来讲的是呢 台湾的环境保育问题 这跟我们的生活很息息相关 那有等一下会有几种地形啊 我希望你们可以拿一张白纸 然后自己也画下那个地形的样子 请问你们 你们现在书桌上都有白纸吗 没有 好 没有的人你需要去拿吗 没有白纸就有大只费 可以 易祥笔记本也可以 笔记本可以 OK 好 这个东西 你们要慢慢的改变自己的学习态度 知道自己什么读坏就去做笔记 完全白纸 可以 可以 周志诚你很好 这个可以吗 我看一下 我找一下你 不是 拿错 是这个 等一下 我找一下你 单面的 可以 你自己觉得他有空白的地方就可以了 好 好 或是你的社会评良 好 我再讲一次 如果没有白纸的人 社会评良的最前面也有空白 页 后面也有啊 对 所以你都可以做好吗 好 那我现在正式上课咯 云光笔准备好 好 来 台湾的环境保育问题 请问你们觉得台湾有哪一些环境上的问题 来说说看 有哪一些环境上的问题 我不知道 空气污染 对 空气污染 我们每天早上上学的时候是因为现在疫情 不然平常我们戴口交是不是因为空气不好 好 那如果有过敏的小孩啊 他就会加重他过敏的问题 好 第一个就是空气污染的问题 好 第二个呢 噪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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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噪音也是一个问题 海洋污染 海洋污染 对 海洋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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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洋污染很好 好 OK 好 那个云云 等一下 我跟云云讲一下 云云 我等他连线一下 怎么Jerry一直连线不进来 云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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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你再了 你进来的话 你是四点再进来哦 云云 好 好 来 那我们看了 我今天要讲的是我们沿海地区的环境与保育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去过海边 有啊 那我们去到海边啊 那 到海边再踏到海之前 我们会先踏到一堆的泥沙 对不对 那在你们踏 踏进海洋前面的那一段泥沙 我们叫它做什么 沙粥 对 沙滩 不 不是沙粥 是沙滩 好 是沙滩 好 来 请你们先把这边画起来 我待会会解释这一些地形 你一定要搞懂哦 因为到时候你们会考图形 好 记得你们去过海边 应该每个人都去过吧 没有去过人举个手 没有去过人举个手 我超爱海边的 哇 一翔 你没有去过真的假的 可怜 一翔 你真的没有去过海边哦 可怜 哇 那我们改天要不要带你去呢 好 来 在我们踏到海里之前 我们会先脚会踩到沙滩 好 就是踩到泥沙的地方 所以你看到海边的照片 那个都有脚压压的 脚压压的那个痕迹 好 那脚压压踩过去才会再往前才会到海 所以涨潮的时候那个海水 会往前到我们沙滩的地方 嗯 你讲错吧 我会先踩到地面吧 可能一踩下去又是沙滩 刘晨豪 你明明知道我在讲什么 是已经要进到海边的地方了 踩到陆地 要当然是先踩到陆地啊 好 来 你很喜欢打枪欸 好 来 那呢 我们要踩到海里的前面那一块 我们叫做沙滩 记得哦 那叫沙滩 好 那因为跟你们的生活 你们都曾经接触过 所以你可以很容易理解 那等一下我会解释什么叫沙洲 好 那呢 沙滩 沙滩是我们到 进到海里先跨越的第一个地方 好 再来哦 再来我们等一下要讲到沙洲 还有西湖沙滩 就是水边的沙地 好 所以我刚刚说你们到海里之前 是先踩到的沙子叫做沙滩 好 再来是湿地 湿地呢 就是那个水呢 经常被水 泥土经常被水盖过去 所以它一直会呈现很像泥巴的状态 对 红树林 对 那湿地就是很像泥巴的状态 那既然泥巴的状态 它里面会有一些生物 会容易有一些生物生存 那我们来看一下问题 请你们把荧光比划起来 好 湿地就是经常被水淹没的地带 好 那再来呢沿海地区呢 它会改建成工业区 那请问工业它会不会排放废水 会啊 所以它排放到废水就很容易污染到沿海的地区 所以呢有一些法规 它就是规定工厂 它不能把废水给排放到 没有经过处理 不可以排放出来 不然它如果被查到它会被罚款 好 再来还有就是我们的地下水 以前呢古时候的人都会有找紧 那它都会用压的啊那种像安平也有看过 那会用压的然后把地下水抽起来 可是你想过如果地底下的水抽干的时候 它下面空了我们的房子可能会整栋就塌下去 它叫做地层下陷 就是以前的 就像 以前前面那个水那个地下水抽下来 那块都是土 然后那里都很湿 那之前台风不是有什么路段 直接崩塌 对对对 那就是一个地层下陷很危险了 就有点你们用你们生活去想 你们都有玩过叠叠乐对不对 好 那你们在玩叠叠乐的时候 绝对玩到最后不会从下面去抽嘛 因为下面镂空上面很高就容易倒塌 你们都会从上面去抽对不对 没有 你都抽最下面 那你比较强啊 可是一般到最后很紧张 最后你有怪兵 抽下面是一个很危险的概念 所以你们有叠叠乐你就可以想象 如果地层下一直被 一直被水抽干 那就很容易造成地层下陷的状况 好 那还有就是海水造坏 好 入侵地下水导致地下水水质恶化 好 那我们再来看屏东一个林边乡 好 他地层下陷 所以大雨来的时候就很容易积水 地层下陷那房子是不是会往下跌 往下沉 好 那往下沉呢 如果路面比你的房子还高 那水 路面的水不是就这样往你家冲下去了吗 好 地层下陷太严重的时候 有的人就会把他们家前面就把它垫高一点 垫的比路面还高 所以你如果出去玩的时候 你可以观察一下建筑物 有一些地层下陷的地方 它的房子会特别低 比你的路面还要低 那如果台风来的时候都非常的危险 好 那我们要怎么保护这些地方呢 来 我们来看保育方法 位于海浦新生地的工业区 我们要鼓励进来的工厂是低污染的 画起来 要找低污染了 政府要谨慎的评估 低污染你才可以来啊 不然你会造成我们这边的住户 会用的 用水会受到感染 好 云豪你要专心画重点 要注意听 再来沿海地区的养殖户呢 限制抽取地下水 因为养殖一些在海底生物的 它们会很容易抽取地下水 那希望它们可以改成香网养殖 好 来 这里问题这边也画一下 我那个顺序弄错 所以来 你们画完我要往下看 我要告诉你们什么叫香网养殖 好了吗 还没 还没 好 等你们一下 你说 你说 好了 你说 我们现在吃到的鲑鱼全部都是消网养殖 你怎么知道 因为它是博士 很难抓啊 现在很多都是人工养殖的好不好 刚刚周志晨能回答很可爱 他说因为你是博士 你人工养殖比那个什么 有很多是进口的 比那个海洋养殖还来的 蚝鱼很好吃哦 好 来 茲茲画完了没 没有吃太棒了 画完了没 茲茲 好 来 再往下看了 来 来 我要跟你们讲 这是沙粥跟西湖 来 你看一下 我用一个圈圈来 你们告诉我 这一块叫做什么 沙粥 好 那刚刚啊 注意看影片了 注意看图片了 我刚刚说你们在进入海 是海水之前 你会先踩到的泥沙 叫做什么 有人告诉我是沙粥 我现在就要跟你们解释哦 沙粥呢 就是在海洋 对以前不是有教过吗 对 对很好 对以前有教过 好 来 这里是海洋 注意听 那请问 我刚刚是不是说 每天会有涨潮的时候 那海水是不是会冲到沙滩的地方 那它在冲走的时候 你们想一下 它冲过来沙滩 又冲走的时候 它会不会带走泥沙 会啊 会 对不对 会卷晕去的 好 每个人 同楼里要有一个画面哦 当海水冲过来沙滩的时候 它又冲回去的时候 它是不是多少会带走部分的泥沙 那这个沙粥呢 你看哦 旁边都是海水 然后这个海水 有很大的海水旁边才出现这些沙 好 在海水的中央出现的沙 我们叫它做沙粥 而这些沙怎么来的 就是那一些海水冲往沙滩的时候 又冲回去的时候 涨潮跟退潮的时候 带走的沙子所堆积的 好 这个要懂啊 这个地方已经没有就是沙滩的东西了 这个要懂啊 所以海水 海水出来在有的泥沙 我们叫做沙粥 再来这个叫西湖 西湖跟海洋不一样 你看西湖就是被泥土给围起来 有一个范围里面的海 我们称它为西湖 好 所以你看这边有沙粥 所以西湖就是被沙粥 俊翔先注意听 西湖就是被沙粥给包围起来的 我们叫做西湖 这样子有没有概念 好 来 注意听哦 湖就是一面湖 那湖就是有范围的 湖水 湖就是有范围 海洋是没有范围的 湖水是有范围的 所以你要记得 西湖就是有范围的 所以它是被沙粥给围起来的 这样子观念清不清楚 可以吗 听得懂吗 可以哦 好 那我们往下面一张看 这一张更明显了 来 这个就是我们从 刚刚刘春宏讲的 不对 我们要先从陆立来 我真的是被他打扮 他很喜欢打 在边之山 来 我们从这边走过来之后 会先走到沙滩 你刚才说打枪的我想弯了 请你想证 好 来 这个沙滩呢 我们会先走到沙滩的地方 然后再碰到湖 再碰到水 那如果没有这个沙粥围起来 中间这个叫细湖 在接近细湖之前就是沙滩 这样子有没有更清楚了 有没有更清楚了 有哦 好哦 那我这三个就讲解完了哦 OK 好 我们再往下看 什么叫做香网养殖 我们通常呢 会在海里面放鱼网 好 那鱼锯呢 会漂浮在水面上 然后施放鱼苗之后再用人工的方式 那这个就是把它直接围起来 直接丢一个像网兰子一样的网子 到海里面去 然后它放鱼苗进去 让它慢慢长大 然后再用人工的方式 投入鱼饿去喂它 就是用它要吃的食物去喂它 然后就直接利用海水 就不用去抽地下水啊 它直接把它放在海里面 然后海里就是海水 也不用换水 所以就让它在大自然的生态下 很自然的长大 放入鱼苗 然后喂它饲料 然后借由海水 然后陪伴它一起长大 这叫相网养质 其实都不是纯的 然后都不一样的 两出来都不是纯的 就是混账的 你是吃到牛虫的口水吗 它只是画得比较可爱一点 用 老师 那可是如果鱼苗它太小的话 不会从那个网里面跑出去吗 所以通常放下去的时候 它就会被吃掉了啊 放进去的时候鱼很饿 它就会马上吃 你没有没有去那个池塘喂过鱼吃 你把那个面包丢下去 那个鱼不是会马上咬走吗 对啊 就是大致 不是有些什么池塘 就是鱼池都会有那个鱼饲料 然后就把鱼饲料丢下去 然后都大致的来想小吃 所以这个概念跟你刚刚问的问题一样 如果你丢下去的时候 它没有马上吃掉的话 那个面包是会往旁边就流走了 对啊 一样的概念 那因为它也是既有人工饲养啊 所以它当然会调准时机啊 知道它们什么时候该吃饭了 OK 所以我妈都说要丢远的 你要鲍鱼要丢那个远的 不然附近的大家都吃很饱哦 远的都没东西吃 而且有那么多人 会有那个 有一只是比较大只鱼 然后有一只比较小只鱼 那我就特别喜欢去丢那个比较小只鱼 因为我大只鱼把大鱼和鱼放在一起 结果大鱼就大鱼饿的时候都把鱼吃掉了 然后还把鱼吃掉了 这个是经典案例 佑珍你关镜头了 好 关镜头能打开哦 谁好什么事 就是我 不是我讲的 现在 谁谁谁谁要讲话 举手 我 举手 我才知道你是谁 好 谢一祥你说 就 因为有一个 喂鱼的时候 是不要 你手不要放进水里面 好 会被鱼吃掉 对 差点 被咬到了 是不会被吃掉了 一祥 说会被咬 一祥 你们知道有人确诊吗 一祥 那你怎么会戴口罩 看能吃 造型哦 没有啊 好来没有就好 来 我们看一下哦 其他地区的问题跟保育哦 来 他们由地区来分 我们先讲平原 请问我们现在住在什么地形上面 平原 平原的平原 对你现在要讲的地方就是我们居住的地方哦 就不健康哦 吃到我们人的体内去 好 那工厂呢 他也会将重金属的污染水排放到农地 所以受污染的农地就不可以再种 种那些农作物啦 好 那还有就是清到废弃物 好 这三个是很严重的污染 那我们要怎么样呢 我们要鼓励他们用有机肥料 好 有机肥料然后降低农药跟肥料的污染 所以你们现在如果跟爸爸妈妈去逛大卖场的时候 你会常常看到有一些植物的袋子上面会写 有机栽培 好 现在很流行有机栽培 小光用你说话 可是 可是用那个什么 用偏让有机的肥料 唯一的确认就是说 如果你是自己做的话 那个做的过程真的是有够臭的臭 对 对没错 那从鱼发酵臭臭的 对 好 那以前 以前甚至那个 我很小很小的时候 那个农地有时候 那个以前的人是用那个 不是现在压下去就可以冲掉的吗 我以前有说过 上课有介绍过 他们还会去把那个笨池挖起来 用大便 对对对 那更厉害 好 那我们现在往下看 来 那所以我们要政府要执行各种严格的法令 就像我刚刚讲了 对工厂呢 他要有一点严格 如果你排放废水 你就要被罚很重的罚款 他还有就是要监控 要他常去工业区 然后注意他们的排放废水 有没有做过废弃物的处理 要先处理过才可以排放出来 好 这边把它画起来 我们平原讲完了 嗯 画完了吗 要讲话的人就举手 我就会看到你哦 志诚画完了吗 画完了 好 OK 那我们再往下一页看了 来 我们要讲丘陵 当你们听到丘陵的时候 是不是会跟茶叶画上等号 好 因为茶叶会种在丘陵上 好 那丘陵跟山地呢 比较少是人类会去居住的 好 那山地通常就是有一些国家公园 因为太高山了嘛 好 所以丘陵跟山地地区呢 森林开发后 我们要减低森林涵洋水源的功能 如果不是我讲错了 如果开发了太多 我们要减低 要增加 好来 因为它的森林如果被开发了太多 那会减低森林的海洋水源的功能 因为大树就是要来保护那个土壤的 好 那它抓住它抓住那个土壤 这样子可以保护呢 防止土石流 好 可是如果我们去山地间给它开放一些民宿啊 或是盖一些休闲观光农场啊 过度的开发会造成那些 海洋水源的功能会减低 好 那那个台风来的时候就会非常危险 好 那大雨之后土石流跟水灾的发生机率也会增加 那这一些问题产生的时候 我们可以怎么做 我们当然要限制山坡地开发 政府要更严格的去规范 我跟你申请的时候 你要确实的去评量这一块地是可不可以再开发 好 好 再来把它画起来 原生树种 当高山地区被砍发原始的森林之后呢 就会改 就要改善人造呢 人工造林的方法 然后种植原生树种 赶快把原来的生态给救回来 可是呢 一棵树要长大是真的要经过很久很久 至少十年一项啦 上百 变个很强大的树 好 那呢 树可以长到几千年 我们讲一下那个 平原跟丘陵跟山地玩 就我们要讲都市 就是我们现在居住的城市 刚刚提一开始提到了 空气污染 噪音污染 跟褐色的污染 都是大都市的 同样的问题哦 好 那呢 一棵树呢 大众运输系统 是为了减少排放废弃 如果大家都减少开车 都搭捷运 但因为现在疫情哦 就很多人就不敢搭 搭捷运啊 没有连出门都不太可能 对 连出门都不太敢 对对 好 再来鼓励呢 骑自行车 可以达到减碳的功能 你们会不会跟爸爸妈妈 假日的时候去骑自行车啊 对啊 对啊 完全如恶 在几年前 在几年前哦 优等有搬过脚踏车之旅 然后老师也跟着去骑哦 我觉得那挺好玩的 好 OK 好 再来呢 对你们来了之后都还没有办过 好 而且你们 你们很颇折 你看 从前年就一直因为疫情 然后到现在 好 好来 遵守交通规则 然后就少按喇叭 以前我们从优等 然后骑 脚踏车骑到旗巾 然后去吃臭豆腐 哇 嗯 好 好习惯 好 就希望疫情赶快 赶快可以冷静下来 然后我们就可以多一起参与一些活动 好 好 来 画一下 老师 疫情不是人 他没办法冷静下来 除非你用 老师是用你人呐 对 谁说的 谁说的 董事成 董事成 你知道我最爱用你人法了 好 好 来 那要少按喇叭 然后呢 还有垃圾分类资源回收要做好 来 有没有人啊 就是爸爸妈妈没有垃圾分类 然后你还会劝爸爸妈妈要做好垃圾分类的 有没有啊 没有 我们居然不需要垃圾分类啊 没有到地下室就好了 老师 你说 我可以知道 是不是我要劝爸爸妈妈 是爸爸妈妈要劝我 有 真的 所以我刚才知道 我问他躲在哪里 很正常 所以你们都 你们爸爸妈妈都很棒 都有做到垃圾分类就对了 是我们要被劝 哦 是你们被劝 是我们被劝 OK OK 好来 那我们再往下看哦 好来 这个呢 就是呢 环境的保育啊 人民 每个人都有责任哦 来 我们看一下 来 这个 车辆排放 废弃 好 所以呢 那个骑机车的人啊 那政府他会有规定 哦 就算每年啊 五年以上的车哦 每年都要去做一下排气的检查 好 看如果没有通过就要把那个 那个东西换掉 好 把里面那个车子有一个功能 就是过滤的海绵把它换掉 啊 再来呢 就是农药 农药的问题 好 所以现在强调有机 再来就是地层下限的问题啊 好 所以要禁止抽取地下水 再来过度补捞 好 好 过度补捞啊 海洋中的生态被破坏了 好 再来 清掉垃圾 好 让人清掉垃圾 也会害死一只海龟 对不对 没有分类 好 再来 山部立的 烂砍烂法 OK 好 这边 讲完了 请问有没有问题 没有 好 好 来 萧芳佑你说 什么事 不是 不过说真的 我倒觉得轻轨 对这个事情感觉很像是白费电力的吧 常常看时代轻轨至少有舞台 几个人在上面而已 对真的 那一看就是司机 真的 我曾经 就在那边浪费电了 我曾经也有过这种感觉耶 就是轻轨这样经过 结果车上只有一两个人 都没人 嗯 对啊 可是他那边浪费电了 因为我去上学的时候都会看到轻轨呐 嗯 好来 那我们来看一下 因为我觉得很多人 你觉得很多人 你是不是看到捷运呢 不是真的 那时候因为我 因为我们那个什么 轻轨在我外婆家附近 所以我妈妈就带我去搭 然后顺便拿一千 哎 然后因为那时候刚刚好 刚刚好不用钱 免费搭 然后就 我已经看到很多人 哦免费的时候很多人去试试 那时候才会那么多人 疫情刚开始的时候 可是如果试试过后就不多了 因为大家有做过啦 来 跟我分享一下 有做过轻轨的人 把手手放上面 我看一下 不是 不过说真的 我觉得他们轻轨 那个什么 最近 最赚的一次 就是国庆年务 跟这个 跟这一次那个什么 那个什么 高雄灯会 嗯 很多人做过呢 超纯测 超纯测 很多人做过呢 很多人做过呢 对啊 好多人做过 好没有做过 好没有做过 你说 我是做过一些 可是我们高雄铁路机场这边 一直做到贴贴美术馆站 你猜要多久 不知道 对啊 大约 大约 已经超过至少一个小时 哦 那么久 要慢慢靠 就是每一站都 我们一吹都比较要快了 OK 好来 有21个人做过 好来 把手伸 把手伸回去了 超 大概 大概三分之二了 OK 来 那我们看题目了 来打开你们的题目 好 直接写上去 把手收回去 我等一下还会问其他问题 好来 第一题 利用自行车上下班 来 可以打开麦克风的 你觉得家里是安静就打开 然后一起回答 可以 好一起回答 好来 利用自行车上下班 上下学 可以减少制造污染 也可以减少碳足迹 对 对很好 来 沿海地区的湿地跟西湖沙洲 一片花梁 可以用来开辟工业区 不必管环保问题 不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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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继续 农民使用农药 好 农民使用农药 可以解决害虫杂草 所以可以尽情使用 哇 哦 尽情使用 怎么可以呢 好 再来 严格遵守政府制定的各种 防治污染法令 没有好处 看到这里就知道 不对 怎么会没有好处呢 不管它的话 那你每天可能都会被有新人 是天天到人在检举 嘿 对 好了 第五 第五 大量砍发森林会增加水灾 土石油发生的几率 对吗 对 好 对啦 怎么会错 对哦 对哦 女生女生可以开麦克风哦 我都没有听到女生的声音 好来 大量能口大量的迁移到都市 都市因为大量人力增加 垃圾跟噪音污染会减少 对 对 对 怎么可能会减少 会增加吧 对不对 好来 土地呢 一旦遭受重金属污染 将不适合栽种任何植物 所以该片土地要依正法公告进行管理 以免物质作物食用后危害身体健康 对 对 好这是有良心的哦 来 购物自行准备购物时自行准备购物袋 可以减少垃圾产量 购物自行准备购物袋 好 但是我常常去买东西的时候 才发现忘记带购物袋 你们的妈妈会不会这样 会啊 因为 因为 因为直接在机车上面放你的购物袋 对 对啊但是 你又那个保利笼箱 虽然我会站住 但是 这一次拿回家之后 我就会忘了补充回去 我是不是没有看到黄毅凯啊 静允千你给我做好 我是不是没看到黄毅凯 黄毅凯 他去打疫苗 不对啊 好好我再问问你 等一下 等一下你们告诉我 黄毅凯刚刚有没有去上数学 不知道 好好好 ok我等一下来一条 来 好像没有吧 那我们继续看第九题哦 出门用餐前的食呢 如果可以携带环保餐具 不仅可以减少垃圾 也可以增加饮食的安全 对 对没错 好因为现在很多食物的地方 他还是会用不锈钢的筷子跟汤匙 那如果万一他没有洗干净 就会把细菌被你吃下去 好 再来避免回收资源变成垃圾 丢弃时要先分类 做圈 好来 鼓励沿海养殖户采取哪一种方法 可以减少抽取地下水 来 2 相亡养殖 因为我们刚刚说相亡养殖 直接利用什么 海水 直接利用海水 很好 黄毅恩开镜头 温室养殖 温室养殖 直接死掉啊 继续哦 目前台湾有不少县市呢 提供免费的脚踏车公民众借用 推动的目的是什么 来 告诉我 老师 哪里有免费脚踏车 有啦 是 很多 来 是什么 高雄很多啊 高雄很多 来 没有做30分钟而已 好来继续 他有30分钟内免费 来 高山地带呢 以砍发森林的地区 栽种树种呢 应该要加强何种树种 树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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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树种 原生树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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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不鼓励农民开发山坡地呢 为什么不鼓励 来 第一 没有经济价值 开辟茶园跟果园 需要砍发树木 会影响水土保持 好 对吗 对 是这一个吗 二 对 答案是二哦 好 再来第五题 不会 不会 当山坡地的森林大量被砍发 不会造成哪一个 好 我来抽一个人 黄一恩 告诉我答案是什么 这是黄一恩 山坡地的森林被大量砍发 不会造成哪一个影响 四 四 沿下水水石研化很好 这跟山坡地被砍发 没有关系 好 来 政府规定呢 汽车出厂五年后 刚刚前面有跟你们讲 新车五年过后 就要每年都要检查 然后如果你那个 看到路上看到有那个 阿伯啊 骑汽车要淹很多啊 就表示他没有去检查 好 那目的是 目的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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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避免车辆因为老旧 然后排放脏的空气 好 有时候会呢 有时候停十字路口的时候 会看到有人 机车哦 那个烟好多 然后很臭 乌贼车啊 就是这样 对 现在比较少了 以前就很多上 悠悠讲的乌贼车 因为现在有规定每年都要检查 好 所以就没有 所以就跳回来吗 嗯 不用 好我们把这一题讲完 然后等一下就是四点 好 来 叫传统的化学肥料 有机肥料有什么好处 来告诉我 是 是 来 降低化学污染土地的机会 然后来告诉我 那个剩下的一点点的题目 把它写完 我们下一堂进来的时候检讨 好 好 直接公布答案 大概三分钟你们就写完了 OK 可以哈 不用三分钟 对不用三分钟 Polly OK哈 而且现在还要检讨 OK 好 那你们就先离开咯 好再见 拜拜 拜拜 四点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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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